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新年甜品,死气冬来 首先我们将一碗的水倒入锅里 然后倒入三茶匙砂糖 将倒入的砂糖搅拌均匀 一直到砂糖融化 大约煮五分钟 糖有一点粘性就可以了 将糯米粉放入碗里 这里大约一碗的糯米 因为糯米太远 所以我加了一茶匙的面粉 火龙果冲洗干净 将洗干净的火龙果切开 然后去皮 将火龙果放入碗里 将火龙果压碎 让果汁流出来 我们只要火龙果汁 因为火龙果的汁是黑色的 将糯米粉和果汁混合 搅拌均匀 加入水一起混合 水又一边加一边搅拌 慢慢的加 如果水太多 你就要加一点粉 搓成这样就可以了 在针板上放一点粉 这样粉就不容易粘针板 将粉团放在针板上 放手压扁 切开一条一条 再将粉条切成一粒一粒大 切的时候尽量平均大小一样 再将一粒一粒的粉团 将粉团搓成一个圆圆的丸子 完成后我们打开炉 倒入水 水开后将丸子一粒一粒的放进水里 丸子又分开地方放 不要粘在一起 这样熟后丸子就不会粘在一起了 放进去后不要冻它 把它慢慢的烧 2月3分钟后慢慢的搅动一下 这样丸子就不会粘多了 在煮的时候我们准备一些紫酥 放在盆子里 煮丸子的时候不用用铲子炒 就够煮了5分钟 你看到丸子比之前大一点点 这样丸子就熟了 现在将它捞起 放在碟子里 像不像一个红彤彤的葡萄 喜欢这个视频吗 如果喜欢 请给我一个赞 或者给个评论我 订阅一下 现在将刚才煮的糖水 倒进去 特别的晶莹 今天这一节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明天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